在淡水河口可以进行火海战争的话 那个是一个壮丽的秀 但是就战术来讲 其实1950年代推演过 到了现在又再度复出 各位看看 已经差不多将近74年 所以类似的老战术的运用 事实上顾立雄去视察 只是一个秀而已 从淡水河口一路到所谓台湾台北市长沙街口 差不多是25公里 在这个25公里 我们有一个关渡指挥部 陆战队66旅 再加上警卫队 总共它有三层的布防 然而我们拉回实地现场观察 要守住淡水河是非常困难 为什么非常困难 它有22个登陆点 除非你能够判定 它从哪一个登陆点上来 对台湾进行斩首行动 所以这个推定就是说 你防空治海是完完全全失败以后 解放军自然会从淡水河口长驱直路 当你长驱直路的时候 那我想请问 就以你现有的兵力 你能够守住这22个据点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笑话 从这个角度看 我认为孤立雄去视察 然后又要看福桶 又要看油桶的画 那根本是作秀而已 我认为孤立雄去 感谢观看